她是周总理的秘密妻子 两人共度生死难关 分离将近30年 直到建国后的一天 她突然来到中南海 直言要见总理一面 可让人意外的是 面对这位横空出世的插足者 身为正牌夫人的邓颖超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以家宴的标准 盛情款待了对方 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百度搜索周总理妻子 获取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53年8月 一位衣着普通的女子 来到了中南海接待处 并向门口警卫表示 自己是周总理的秘密妻子 希望他们能代为通传 让自己进去与周总理相聚 这位女子的话 让警卫们面面相聚 要知道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可是那个年代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典范 两人非常恩爱 甚至都没有当众红过脸 如今突然杀出个没有邀请函 甚至连身份证明文件都没有的秘密妻子 这让大家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碍于女子的坚持 警卫只得将情况和周总理说明 可让人意外的是 得知消息后 周总理却没有丝毫惊慌 反而还喜出望外 交代警卫快去购买食材 他要以家宴的规格 好好招待这位贵客 原来这位秘密妻子不是别人 正是在革命年代奉上级命令 前去照顾周总理的临时妻子范桂霞 1927年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 在南昌起因中遭遇重创 周总理也因长期的透支工作而染上瘧疾 必须到香港接受治疗 当时香港正处于殖民统治的危险时期 居住人员鱼龙混杂不说 还按插着各国特工 稍有不慎 周总理便会暴露行踪 为了能让周总理尽快的接受治疗 党中央便在香港为周总理租下一处豪宅 并将周总理包装成外地来的富商 以此来躲过敌人的追捕 讨历到周总理患病行走不便 党中央便从广东 抽调了一位拥有医学知识的女党员 让她扮演周总理的妻子 这样既方便照顾病号 也成为了躲过敌人监视的最佳烟雾蛋 就这样 年仅22岁的范桂霞 便与周总理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虽然陌生男女共处一世多有不便 但范桂霞还是将周总理的衣食住行 安排的妥贴到位 而闲来无事时 周总理也会向范桂霞宣传革命思想 这让范桂霞心中的斗争决心更加坚定 几个月后 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大致转好 组织上发来了工作调令 这对临时夫妇到了要道别的时候 虽然心中不舍 但范桂霞还是含泪告别了周总理 他知道 眼前这个共产党的核心人物 会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范桂霞一边在组织的安排下开展革命工作 一边关注着周总理的动态 但因为工作忙碌 他与周总理再也没有见过面 直到1953年 范桂霞因公到北京出差 他这才终于有机会再次与周总理相见 而在听闻范桂霞到访的消息后 周总理同样十分激动 为了能感谢范桂霞在那段特殊时期对自己的照顾 周总理还专门在西花厅设宴团带 作为周总理的夫人 邓颖超自然也对范桂霞的事迹有所耳闻 因此在亲眼见到范桂霞 并听他诉说那段艰苦险恶的革命历史时 邓颖超也忍不住热泪盈放 感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等到家宴结束后 邓颖超还将自己亲手缝制的挂带送给范桂霞 直到范桂霞去世 周总理和邓颖超还在和范桂霞保持着联系 对于他们来说 彼此既是对方的救命恩人与革命领路人 更是共同见证过那个艰苦年代的革命战友 这样的感情着实让人感动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